早上的大凉山呢 有点冷 现在七点多 还有点凉稠稠的 小哥哥跟我说 上面还有一家老人 比较困难的 我现在上去看一下 因为等会 打算下去 给大家买点米 买点面条 先看好 然后决定买多少 不用不用 谢谢谢谢 来来 不用这样 这些找到你的包包团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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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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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这里床铺还好一点 收拾的还挺好的 这个柜子有点厉害了呀 这里面也没做饭了 还一个人在家 他的泡面碗 你看到处都是泡面 你看 确实是经常泡面 来听得懂 听得懂我们说话吗 家里就一个人吗 嗯 儿子女儿呢 儿子妈就一个 她的碗到下面学习起了 她没在下面了 只有我一个人 哦 她下去带小孩了 嗯 我的老公在的时候 就我们老公我们两个在的 现在卤过一时了 只有我一股热了 哈哈哈哈哈哈 儿子要爬下去了 那自己一个人还中庄稼吗 嗯 就是 只有我一股热在 因为没得了在 哈哈 有多大叔叔了呀 嗯 六十七岁了 这里房子漏水啊 漏 漏一点点 那你就漏 就漏 那没有人来帮忙 方修一下吗 这下都是我帮忙维修的 这个核桃就是我打下来了 我帮忙打下来了 这是你帮忙维修 嗯 那上面 放两匹瓦就好了是吧 哪有 我这个换起来 副餐的哈 全部都要放出来 不让你倒不了 这个样 不想融化 就是要放整一片 对 然后再忙 你倒下来买 那个瓶子的装起来 哈哈哈哈 这个奶奶家呢 相对于来说 比昨天商家要好一点 但是六十多岁了 还自己一个人居住 这些购买 凉食那些也非常成问题的 等一会儿一起 带一份 加一 好吧 还有很多可能没发现的 但是也没办法说每家去帮忙 毕竟小女子能力有限 这个路非常不好走 然后奶奶让我走这边 她去地里摘南瓜 七十多岁 还背了这么满满一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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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奶奶家里 还有台电视 这是 这是 这是母的儿子 这儿子 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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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没得了 嗯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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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子 这是我的大儿子 这儿子 二个儿子 二个儿子 要死了 都死了 没得了 都死了 哦 死了 这儿子 这儿子 松大的 松大死的 2个死了 2个死没掉了 我一个儿子 2个死 死下还是有困了 女 现在还有几个人家里面 家里面还有人子 家里面一个 还有一个儿子 女儿 女儿 两个要几个了 三十个 家里面我一个 我一个 现在这个屋只有你一个人 我一个 这是奶奶的窗户 婆婆呢 已经七十多岁了 在这里土生土长的 婆婆最多只有70斤 非常非常的瘦 奶奶他们那个时候爬雪岸村 全是木头 没有现在我们这么好的路 阶梯什么的 所以他们特别瘦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奶奶的这个鞋 已经是有一个洞了 磨破完了还在穿 这里呢便是奶奶的家 一个人 失去了两个儿子 现在女儿也是带着病 家里面可谓是非常清贫的 这双鞋子啊始终是我的痛 每位老人家做的也不多 我可能会下去一趟 过两天再上来 好了 我可能会做完 结孔一者 现在就漂亮了 这一个很有趣的 你看完 我本来 我是 我 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